一楼 我进来看你了 看着热闹 还没我跳得好呢 你要这么说 我还真分不出来个高低 你怎么就分不出来了 在梦龙你不是看过吗 那天黑灯瞎火的 我没看清啊 好 好 好 你别想再骗我给你跳一次 那就看这个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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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无怨可取呢 你就说说你有什么得不到的 但是却很想很想要的 其实 我最想要的 是 好啊 西子掩面 笔枝无色 万岁爷 对了 那梦龙之事 孙泰情多嘴 战已经发达了 对了 嗯 还有你 萧长爷 怎么连你 都这般不知情众呢 是奴才思虑不周 辱莫了你了 不关萧长爷的事 是营楼自己闹着要去的 其实 其实也不必如此 不管你是什么样 朕都喜欢 万岁爷 今夜 宫中应当设宴才是 您怎么出来了 朕呢 是偷偷跑出来的 你看这好好的上缘之夜 跟朝上那对老头子 一起过那哪有什么意思呢 朕 是想和你一个人过 而且你看 今夜接上这么多人 只能一眼就在众人里面 找到你 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上天 也要让朕找到你呢 萧长爷 您怎么得空来了 灯笼挂南不挂北 坏风水 那我挂那头去 灯笼一霜不挂丹 坏风水 灯笼一霜不挂丹 怎么又坏风水 这灯笼跟风水不对付 那 那 那我放屋里去 你怎么还进来了呀 你还有事吗 你还有事吗 最好 进来公里不少人罔顾规制 在陈设上标新立异 不合规矩 奴才特意来查 这灯笼不是宫里的秩序 得冲宫 你们招定司还管这个呀 这多大点事啊 您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不就行了 一个灯笼娘娘倒是真实 万岁爷送的 不敢不真实 看来娘娘近来 与万岁爷亲近了不少 还行吧 前段时间捉弄了她一通 眼下这气也消了 我就想着 老跟她僵着 也不是那么一回事 其实她人挺好的 挺好说话的 近来新选的秀女 就快要进宫了 也不知道是何等 争奇斗艳的场面 这三宫六院的 她是永远不缺美人 那感情好啊 人多 热闹 要是看着脸好看的 吃饭的时候 能多下半碗饭呢 娘娘若是有心博胜宠 奴才愿助娘娘一臂之力 您怎么还惦记这事啊 这 这事能不能翻篇了 这种上镜的事 还是别惦记我了 我不行 您进来与万岁爷走这么远 原来确实奴才会错了意 那 那 我 我也不想啊 我就想着 多交个朋友 多一个忙到嘛 您还有哪条路啊 不 没有了没有了 我就只有萧长一宁 唯一这条门路 别的人那都是外人 不认识 就只认识您了 萧龙 别人说你什么 或者说我什么 你都不必在意 我要你当我的妃子 你那个太妃的身份 不用管了 我现在是皇上 我会解决 只要 只要我们能在一起 什么事情 都不必在乎 环岁爷 您把我从殉葬的塔上 救了出来 我一辈子都感激你 可是 我不愿意 你 不愿意 为什么 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还是 一楼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你怎么来了 那去哪儿了 房间里太闷 我去院子里关了关 都不愿意 不是 就这一费 混合选 你 年老的 你 也挺着急 自己 你 什么 我 你 一楼 朕来看你了 一楼 一楼 朕来看你了 万岁爷 臣妾并容不端 不敢直面天眼 好好好 你若不喜 朕便不看 一楼 你怎么 发了一手的汗呢 愿臣妾身子不济 又让朕久上了身 太医说 应该要多休养 你病体未愈 又中了毒 胡妖案又受尽了委屈 是朕的不是 朕补偿你 朕今天来呢 就是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 眼下朝上 已经没有人敢与朕唱反调了 朕也已经说服了母后 等你养好了身子 就迎你入宫 这么着急 朕 急不可待 万岁爷 刚才还说 不看臣妾的病容 这会儿便不算怀了 是是是 臣妾病体未愈 唯恐冲撞了万岁爷 反倒叫万岁爷不喜欢了 好好好 朕呢 说话算话 朕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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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很快 就会回到朕身边了